包括金融會跟包括央行啊 所以我是覺得沒有修正的必要 如果你那兩點我們是沒有修正的必要 那是不是請 主管機關的解釋問題嘛 那現在提案委員已經把主管機關在這裡做說明你們的看法 複雜型高風險是不是限於匯率類 我想不要限啦 我是今天是這樣東西 你省過 如果你是說你省的能量不足 那是另外的考慮 這個東西是為了要保護國內的金融 因為現在常常發生說東西賣了之後後來出問題 曾主委的時候他有處理 大陸你們說處理了三次 都是因為事實性發生在前面 後面追著才處理 所以當然是有幫助但是 對於有一些已經造成了傷害 現在是要倒置變成先生之後 才能夠讓他在金融市場上面賣 是這樣子的目的 我們是不是請局長說明一下 是 委員的這個提案的用意 我們希望的話 商品是要審 那現在因為金融創新 因為市場 還有我們一個問題就是說 國際市場的競爭 你今天我們這邊做這些限制 其實在亞洲這些國家 在香港在新加坡 他不會做這些限制 所以很可能業務也傳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我們的提議 我跟委報我們提議有三點 這個提議是 委員最主要目的 是讓那些中小企業 事實上不是這一些金融機構 也不是這些高禁止的 不要再受這些 這一個賣出顯著險的傷害 那這個其實在匯利類 針對應該是匯利類 所以匯利像是DRF 他就是匯利類 再來就是說 灰複雜的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我們就是說 認為一定要三掉 因為這種類太多了 演習企業也在裡面 交換也在裡面 這些如果把它變成正面表列之後 會嚴重妨害金融 會嚴重妨害金融創新 那個詹局長 你回去看一下 什麼叫做複雜性高風險 這個你們在那個管理辦法裡面有定義 三期的齁 那三個都不是 結構性的不是 你說那個交換的那個不是 所以那個 那個貴敏喔 你拿那個規定給詹局長看一下 所以沒有想想那麼多 第二個齁 你們現在改的那個辦法齁 對這裡 這個 你看 不包括 對 結構型 交換契約 多品契約一次 可救契約 這四個都不包括 所以是採用你們自己所謂定義的 這個複雜性高風險商品 我們是列出來這個 這個 複雜高風險以外的這個種類齁 我在想有大概好幾十項 齁 那我們 這個正面表列 反而會變成到金融市場上面齁 會有限制在那個地方 而且這個不是我們 最主要要框的那個目的嘛 那 我跟你解釋 因為 從我來財委會之後 你看 多 現金卡 聯動債 現在是這個TRF 一再的變形 一再的演化 不做這樣子的東西之後 你將來會有新的東西來 新的東西來的時候 他規避你今天這個決議 然後他也是先來賣 商品的自由化 基本上你要看看那個自由化的東西的內容是什麼 其實這一次受傷最大的TRF 他不是全製在中華民 只有在台灣最嚴重 香港跟西加坡當然也賣這個商品 但是他賣的量 遠比我們台灣低很多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們以前沒有注意到這一塊 那 你 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剛剛在討論的過程中 也有討論到 並不是資本 而高的 他就一定有專業的投資 這個知識 我舉一個例子 郭台銘的洪海 張忠謀的台積電他們資本額夠大吧 但是你如果請郭台銘或是張忠謀來問他 什麼是這一種TRF 他不見得能瞭解 這個也不能夠 也不能夠光從資本額上面來控制 報告委員 這一個像專業機構投資人 他是金融機構啦 他本身應該有這方面的能力 他也是市場上最主要參與者 那像高淨值投資法人 像這一個 比如說您提到的像 這個台積電 洪海商的公司 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財務部門 而且他們的確也有這方面的需求 因為這個TRF這類的商品 他的交易成本最低啦 他避險成本最低 他們會判斷有些有買 有些沒有買 這些電子廠裡面 所以是不是說我們把這個 對於中小企業這一部分 這一種高風險 複雜的東西我們把它控制住 然後其他還是讓市場有一個活力啦 這樣好不好 第三個給你加這個 不要限定匯率類 第二個就是說你們關於如何審 主管機關本身有解釋了嘛 主管機關當然這裡主管機關不是只有一個機關 是只要對這個業務有主管的 包括你們金管會跟央行 要一起來審 你們你們審的那個技術 要不要請這些工會啊 什麼這些人來當你們的幕僚 提供意見那個我們沒有意見 那就納入這個第三第三項 交易對象為專業機構投資人 高禁止投資法人 因為避險交易 現在他們現在通通把它定義為 他們現在這些也是都是避險交易啊 沒有沒有那不是 沒有那不是 這個基本上我贊成 吳委員的大方向 但是其實喔 講我講個實在話 因為其實520很快就到了 那我意思是說 我們我們過去一直開一直開 大方向是對的 那你把它限的賽事喔 把它限的賽事 他也不是不做就跑到香港去做 跑到香港去做 這個如果TIF跑去香港做 Go ahead趕快去 那這一次我覺得剛剛你報告過了 全世界就台灣賣最多 所以台灣受害最長 但是比台灣少啊 這個都經過調查過 所以我意思是說 大方向我贊成 但我意思是說 你把它限死了 第一個客戶都跑到香港新加坡去做了 那另外就是 我就限制要合理啦 你現在就是 尤其你剛剛那網撒那麼大喔 真的也不好 真的你全部 全部就都把它撒得那麼網 那現在到時候整個 整個市場 那現在就已經放寬了嘛 我說交易對象為 專業機構投資人 高淨值投資法人 不在此限 那你是堅持說 要加上避險交易嘛 對不對 那現在避險交易的定義在哪裡 可不可以讓我知道 避險交易的定義 避險交易他有限或市場上的相關活動 那有 那他有在過做國際貿易的都算啦 沒有 現在有一些 還有在做的 比例齁 是 不高啦 但是還是有啦 不是這個避險交易如果拿掉 現在銀行就來解釋說 因為你是進出口的業者 所以你有避險學 進出口資料 對不是他又比如說 他要看他過去幾年 那都是進出口資料 對對對要有這個 不能隨便解釋 他這個有相 不是他相關的有一些 他有 不是只有進出口紀錄 這邊有提到說 客戶賣出或隱含賣出選擇權的商品 依實際支出外匯的支出需求 所以他第一個一定要有外匯支出的需求 他外匯支出的需求很容易啊 這些有避險需求的拿掉齁 對廠商對於我們的外貿經貿 做單純避險就好啦 我跟你說我為了這個DRF齁 我們所有的幕僚 還有包括我本身上過很久的課 我們不是沒有研究 我們如果沒有研究 來這邊怎麼跟你對答呢 你如果說交易的對象是 專業投機構投資人 高淨值投資法人 這樣我還可以介紹 你避險交易的範圍太廣 因為你現在避險交易 如果他真的有這種需求 他就去買原匯就好了嘛 但成本高 成本高沒關係啊 你沒關係 中小企業有關係啊 中小企業買了這個東西才會倒啦 買原匯不會倒啦 所以我們前面把我們把中小企業 我們這個提案如果過 對中小企業做這個的保障 應該程度會提高很多啦 但是跟委員報告我們也真的要考慮到 不是那你避險交易這四個是 這個範圍太寬了 沒有那個定義就是 拿的定義就是 只要有外匯的交易的需求嘛 那只要有進出口的全部都有需求啊 不是不是那個需求還要 好險你要做多大 還要看他進出口的那個金額多少 真的啊 這裡面沒有這樣寫啊 那這樣 這個就是要符合這個文字的定義 他才會落入避險交易這個範圖之內 這個在那個文字的上面 那再來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個文字也不妨礙 您本身的提案的意義 那個文字要當作你們的幕僚機構 我沒有意見啦 你把它放進來我不要 因為我就是要主管機關負責任 這個意思就是清清楚楚 那再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最主要的問題 還是產生在菲利類啦 所以我們如果是說 但是當初雷曼兄弟在不在菲利類 連曼兄弟跟這個 我的意思是說 我知道那個是結構商品 我的意思是說 我如果要限了 如果你一定要限在匯率類 這一些遊戲規則的制定者 他會閃你這些規定 然後他再去賣其他的商品再進來騙 我跟你講 我本身認為遊戲規則的制定者 類似有牌的詐欺 因為他如果訂一個不公平的契約 結果他把風險都推給別人 他自己不用擔風險 這個是兩面論 我委員我也贊同 但是你通把他堵死了 我沒有堵死 你審查嘛 你審查過後 你敢給他賣你給他賣 誰敢給他賣誰負責任 我今天講的意思就是很清楚 不然的話這個規定通過之後 他如果將來在市場上買到 就是誰負責任 誰給他審查誰負責任啊 這個報文就是說 這個市場的彈性跟效力 的確會 如果太嚴格會受到影響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其實今天最主要還是在價格波動的問題 那我今天要處理的不是只有TRF 我今天要處理的是將來類似的商品 要經過金管會來審查之後 這種不公平的商品 經過你們審查 墊高的公平性之後才能在市場銷售 我沒有禁止你銷售 我只是說要經過你們審查 如果你們審查都不願意審查的話 你們就是不想負擔這個業務啊 跟委員報告 以前就是比比都省 樣樣都省啦 以前啦 那現在把你卸到這麼小 只有複雜性高風險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才要經過你審 這樣你也不審 不是不審 就是說我們還是讓市場 有一個那一個 彈性跟活力 這市場很有彈性啊 哪裡沒彈性 你審過之後就能賣嘛 那他先來請你們審一下啊 難道你們認為你們的審查要很久 要曠日費時 這個就是說 跟委員報告 所以我們覺得說審齁 您的提案我們覺得也好 但是我們還是把一些人齁 跟特定的交易齁 要把它放在外面 或者恐怕是真的有 有這個需求的人齁 他反而會受到影響 那他有這個需求的人 這種訂做他們的 訂做他們需求的 就叫你們審一下啊 審一下不用很久啦 像他這個銀行 假設銀行跟銀行之間的交易齁 不管股金中外都不審的啦 他自己要去負責 已經有你白例外啦 對 交易對象為戰業投資人 高禁止投資法人 就不審啊 把他避險交易那個放太廣啦 呃 不會很廣啦 你找 你找那個泰銀上來問一下 就知道不會太廣 泰銀現在在樓下叫他問來 中央陽在這邊嘛 避險交易是不是很廣 來來來來 洋行在這裡嘛 只要他有position 他有position 那現在他們本來就要求 那一些中小企業只要有進出口 所以才用OPU嘛 他就是要就是 為什麼要一條龍就是 他連那個OPU的那個外國那個公司 他就幫他創造啊 幫他去登記啊 然後讓他們之間 有這個外貿的交易啊 他說你有外貿 你有避險需求 所以就讓他做成這個契約啦 現在是這樣耶 各位委員講 他如果是做偽照那個部分 基本上就是不行 是不是偽照不知道 但是我跟你講台灣的企業齁 你去了解一下中小企業 老闆是苦幹實幹接單打拚生產 那什麼都不知道 帳目都是老闆娘在管 老闆娘更不知道 結果都拐那些人去買這個東西 對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把它排除了 就是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會審啊 不 避險消費之後就不用審啊 你現在是這個是 例外之外的例外呢 我們另外還有一個措施就是交易對象的部分 對於那個高淨值的自然人 還有那個 是不是有經驗有實質上的交易部分 我們可以從資格的限制去防範 如果大家有意見就表決嘛 表決啦 表決啦 OK啦 要表決 反正520以後是民進黨負責 表決啦 OK啦我也贊成 反正520以後民進黨負責啦 表決 他現在對我們提案的修正案 匯率類這個我不能接受 然後此地機構或團體那個作為他的 作為他審查時候的幕僚我沒有意見 但是不用放在文字裡面 只有接受交易對象為專業投資人 高淨值投資法人這個不在此限 對避險交易我不能接受 沒關係啊 表決就表決嘛 好就表決啦 表決啦 不要拖這麼90件 他就很晚啦 你如果做不了 你領域議長局長不要做啦 做 好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好 我又有意見沒有 我又有發電話不要講 人家要質疑 我因為涉及到人 我不想講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好 好啦 大家協商不成 那我們就表決好了 好啦 贊成按照 提案 他現在是我接受的一個修正 就是他那個這個這裡 但交易對象為 為這個專業投資機構 就是前面 這部分 但交易對象為專業投資機構 機構 交易對象為專業機構投資人 高禁止投資法人 不在此限 貨幣選交易 刪掉 對貨幣選交易 刪掉 因為貨幣選交易 我認為太廣了 我講一句話 你要看清楚喔 你現在是產品喔 你現在把產品跟對象混在一起喔 你把它看清楚喔 你們都沒看清楚 這執行不通的 你現在是 你現在是審產品耶 你現在又把對象排除 這做不通喔 這是他提的修正案啊 我只要求這種商品應該要審查而已啊 做不通的啊 因為那個產品喔 賣給誰是同一個產品喔 所以這樣的修正是有問題啦 那就不要修嘛 其實這個 道理沒有很困難 你只要花點時間 對這種高風險的東西 為人民把關一下 審一下 我覺得這OK啊 總委員報告 這個您這個 提案喔 這個利益我們清楚啦 但是 銀行跟銀行間 專業機構之間的交易喔 事實上股金中外 都是一樣都是排除在外 都是沒有 都是豁免的啦 都是沒有任何的限制啦 那這個最主要是針對中小企業喔 他可能去銀行去推銷這些東西 產生的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 那避險喔 當然定義抽象模糊啦 但事實上 市場上真的也有避險需求 那 不把它排除了 你不把它排除 可能真的有需要的人 也受到一些影響 局長 他真的有需求 就你們審一下嘛 我也沒有說他不能賣 我是說經過你們審一下 你們審一下是幫人民把關 不要去讓人民買到不公平的商品 所以讓你們審一下 是增加你們的工作負擔這一點 我很抱歉 但是我認為為人民把關 是有需要的 我命令工作啦 那避險我們可以 避險那就由同委員講的齁 那另外就是 非複雜這一部分齁 這一部分的確影響也大啦 希望這一部分的文字也刪除啦 就是最後這個 非複雜性高 風險性 你認為不用踩正面錶類 是是 因為這個種類範圍太多了 這個一放進去齁 那這個死得銷售之後 就直接 跳到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必應謹速配合檢討 修訂相案規定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教育對象之後不必 那個就不要啦 教育對象 教育對象為專業機構 投資人高禁止法人 這個 剛才委員同意留著 我們把避險拿掉了 可是曾委員 曾委員是說這樣會有爭議喔 那產品是賣對不對 那個是 那個是 賣給這些交易 對 就可以不用審 假設是存在銀行跟銀行之間的交易的齁 就不用經過這些審查 就不涉及到 我跟人家有約了 有 他意思說 但交易對象還是要列進去 列進去也就是說 這一些人 是被排除的喔 對 這些人對這些產品是被排除的喔 對 是這樣子 所以是複雜性高風險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如果交易對象是 事業機構投資人 專業機構投資人 喔專業機構投資人 高淨值投資法人 或避險交易 避險交易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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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險交易拿掉 不再止限 也就是這兩種人是 可以不用審 可以不用審 對 好啊 或其止境機關就不必了 那個不用 那個是誰要當你的目的 好啊 非複雜性 非複雜性 這個正面表面那個先拿掉 拿掉 那我再順一遍齁 大家來 就唸最後一段就好 我順一遍齁 原要求而後 複雜性高峰顯示衍生性金融商品 應經主管機關審額通過後 使得銷售 但交易對象為專業機構投資人 高淨值投資法人不在此限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並應盡速配合檢討 修訂相關規定 對 後面這段變這樣子 OK 資金沒問題齁 有執行他們的問題 有沒有問題 有可以切這麼乾淨嗎 趕快喔趕快喔 等一下我再唸一遍齁 有切這麼乾淨嗎 那個相關主管機關 是包括央庫 那這邊只有寫金管管 我沒有寫誰啊 沒有啦 他沒寫主管機關啦 英經主管機關沒有寫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那時候後面你們應該要配合去修法 配合修法的規定跟前面那個無關啦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集中央銀行好了 或中央銀行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央銀行集 加在金管會前面好了 好 好 好 我再唸一遍齁 我們前面都對齁 我們最後一段齁 我再唸一遍 文字代表 原要求而後複雜性高峰顯示衍生性金融商品 應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使得銷售 但交易對象為專業機構投資人高淨值投資法人不在指線 中央銀行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並應謹速配合檢討 修訂相關規定 好 那我們修正通過 按照槍 好 第二個 建保法 我們建保法 法律沒有修改之前做這個規定似乎有問題 我是先提出這個意見 大家看一下 現行條文第二條我唸給大家聽齁 這是辦法齁 那個 集存取資料管理辦法修正草案齁 但是修正草案還沒有過 所以我先把現行條文第二條 唸給大家聽齁 這個是 第一條是根據 健保法第16條第二項規定 授權盟法是在健保法16條齁 第二條規定說全民健保保險 憑證以下簡稱健保卡 緊供 他用緊齁 only 緊供保險對象與保險醫 醫事服務機構做醫療使用 那這個辦法還沒有修正還沒有改 那沒有改之前啊 如果這樣子做的話 這個顯然會有違反這個 相關的法令 所以這一部分你們還要堅持嗎 還是乾脆等這邊 先辦法修正你們以後再來看提出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我們這一條 我們現在做的這個身份認證 不會涉及剛剛的那一條16條 那基本上 我們也跟那個衛福部有做 喊請他們的同意 這個監管會是依據 全民健保法網路服務 註冊管理辦法要連第五條 這個保險人 就是健保署得提供行政機關 該網路服務身份查證機制 來完成這個使用辦法 因為我們的這個認證只剩下 身份認證所有的資訊 都不需要通過我們 現在問題出現一個主委 現在問題剛剛最新的訊息來了 那健保局審核委員 三十幾個包括專家學者外聘的 聯名 全部聯名 反對你們這個措施 剛剛最新的 那個是這樣 好 你新聞找出來給主委看一下 所以因為他們根據這個辦法說 他們認為說違反 而且現在健保局那些審核委員 三十幾個通通反對 最新的訊息 所以你們好像沒有協商好 這個我們其實是有跟衛福部 請求他們的同意了啦 對對對 反對並做出決議 將趣函金管會要求撤銷此一做法 痛斥此舉根本 利用國家資源獨立財團 那衛福部健保署與會代表也表示 在此事曾表達反對 但不被接受 所以要求盡管會後果致負 那形同被瑕疵 講得不好聽欸 所以這個辦法現在已經因為有這個辦法 所以 如果 你們撤回這個做法 那這個提案就沒有必要了 那我們 現在新聞是這樣子啦 這最新的 他們是三十個 而且是一致聯名喔 一致聯名 現在麻煩是這樣喔 所以你們那邊 你們應該不說好喔 對啊 你們應該不說好喔 其實這個之前 跟衛福部什麼都討論過 司法性也都沒問題 那現在來講就是說大家有一個氛圍來講就是說 建華法資訊都會被人家利用 就會被業者去利用 有這個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才有這個氛圍出來 所以現在才有這個氛圍出來 對我們就是案子我們就不做就好了 這樣找了啦 我們這樣找吧 那個 因為 給我們檢討 然後我們跟衛福部再進一步溝通 這樣好不好 好我們這樣找吧 要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暫緩沒有問題 暫緩沒有問題 暫緩沒有問題啦 我們可以再去溝通 要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應急暫緩實施 這樣喔 好 沒人就請 來 反正你們答應不會實施就對了 還沒有得到同意之前不會實施 應急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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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銷 你說撤銷不要 檢討撤銷好了啦 不然就這樣 應急檢討撤銷 應急檢討撤銷 並與衛福部協商 在 暫緩實施 並 現在暫緩嘛 現在就不做嘛 對不對 那就再去撤衛福部 以及大眾意見 以後再實施 再那個再 再做 那個 應充跟樹梅 來來 以為自修正為 應急暫緩實施啦 然後 請他們跟衛福 請金融會這邊 跟衛福部這邊 從 以為民眾權益 應急暫緩實施 並 與 衛福部 並要求金融建築管理委員會 以衛福部 並 要求 要求 金管會 金管會與衛福部 與衛福部 與衛福部 協商 救 救 救事法性 及 民眾權益 及民眾權益 進行協商 進行協商討論 好我唸一遍 原始要求 要求金管會 暫緩實施 還是要 要求 好 我把最後一段 從原始開始唸 原始 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 應急 暫緩實施 喔 對不起 那個要求改為賤請 對不起 原始 賤請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 應急 暫緩實施 並要求 金管會 與衛福部 救 制服 事法性 及民眾權益 進行協商討論 OK 沒有意見 您說是 什麼 事法性 坦白講 現在其實 法庭他們早就研究 撤禮 是民眾觀感 但是因為人眾局有意見 對啦 現在喔 因為 因為現在衛福部有意見 健保署有意見 這樣喔 您還跟他們 參選一下 來做 那這個就不要 暫時不要實施 參選一下 讓大家皆大歡喜 好 那我們就宣布案修正意見通過 好 我們現在請等一下再走 我先讀一下協商結論 現在 宣讀協商結論 協商結論 你始題案第一案 最後一段修正為為確保金融市場之穩健發展 維護投資人權益 原要求而後複雜性高風險之衍生性金融商品 因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 使得發行銷售 但交易對象為專業機構投資人 高禁止投資法人不在此限 中央銀行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並應盡速配合檢討 修訂相關規定 其以招案通過 臨時提案第二案 倒數 從倒數第三行 延遲開始修正為 延遲 建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應即暫緩實施 並 要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衛生福利部 就司法性及民眾權益進行協商討論 好 其以招案通過 先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 對於協商結論有意 沒有意義 我們按照協商結論 修正通過 那麼有關 剛剛 江啟臣委員 補提了書面質詢 我們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並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書面答覆 好 那 接下來本次會議議程 已進行完畢 先來宣布上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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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